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用Row Row去取得什麼?取得列號 那因為這邊已經有列號 所以這個地方Row就可以把它拿掉 但是要把它改為I 也就是說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自串式的 就是這個是一個自串要放在哪裡? 放在公式裡面執行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裡面其中一個東西要改變成I的話 那I這個是一個變數 變數跟自串你要放進去的話 你必須把它切開 因為自串的話 不能夠直接放個I進去 你不能夠說Row把它改成I 不行 因為I是一個變數 所以你第一個動作是要先怎麼樣? 把這個自串切開來 那怎麼切開來呢? 就是Row的部分 前後就加兩個雙以後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切開來變成兩個自串 然後呢 Row的部分選取起來對不對? 然後把它切開來 前面後面兩個自串 對不對? 那要把I放進去 可是I怎麼放進去? 特別注意哦 你不能夠直接放一個I在這裡 放一個I在這裡 會錯為什麼? 因為它就像火車一樣嘛 火車跟火車之間要什麼? 要有串接的那個 那個東西 所以呢 在VPA裡面要串接的話 自串跟自串 或者是說呢 你自串跟變數串接的話 一定要按空白鍵 加一個什麼呢? 串接符號 空白鍵 那以示那個 函數裡面不用空白鍵 不過在VPA裡面 一定要空白鍵 空白鍵 然後一個M的符號 再一個空白鍵 就是前後都要加空白 如果你沒加空白的話 它會跳出錯誤 這樣的話呢 I就放進去了 有沒有 也就是將來 如果你會變數的部分 切開來 放進去 這樣就好了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怎麼讓這個程式來跑跑看 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按F8 有沒有 記得要放在這個副程式裡面 F8 跑跑看看 它會出 這個放在4嘛 所以4B的話 就是放在這個儲存格 把這個公式丟過來 這個公式按一個F8 那各位可以發現 有沒有 這個公式呢 就放上去 並且幫我們執行起來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那 這裡的話就是 這個變數是4嘛 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就串接 所以 這個是 後面這個字串是丟到這邊 被執行 那如果你要繼續跑的話 一樣 好 那這個變5 好 所以你優標如果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數字 這個裡面的公式 也會跟著改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往下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列回圈就跑完了 再來就是藍回圈 你也可以再跑一個藍回圈 那最後藍列整合在一起 那這個 這個程式就寫完了 那再來的話呢 藍回圈要怎麼寫呢 基本上也是一樣 藍回圈的部分的話 你就要記得說 我們的範圍在哪裡 範圍是一樣4 那 藍我習慣用追 等於 多少呢 第2 2到 21 第一個空 然後呢 按兩個Enter NAS 反正你就 把它當標準的流程 那Sales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我們這個 儲存格的位置 那 列的部分固定在4 藍的話固定在 藍的話不是固定 是追 由J去決定 哪一個藍 然後裡面的話等於什麼呢 一樣這個公式 那公式部分的話呢 你後面就加一個雙語號 然後呢 把剛剛公式 貼上來 我剛剛是先把它暫時放在這裡 我把這個公式 再把它複製一下 那複製之後的話呢 一樣 你可以去判斷說 這裡面要放哪些東西 這裡面 這個把它 複製之後把它取消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 公式再放過 然後你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地方哪一些會 改變呢 這邊的話 RAW的部分 固定 然後呢 會改的是 Column RAWColumn 再來的話 藍的部分 其實對應到那個列也是一樣 就是把它切開 剛剛是把RAW切開來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針對 因為J是針對什麼 針對藍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Column有沒有 把它選取之後 然後切開來 切開裡面放什麼呢 放一個J就可以了 應該原理原則應該都知道 反正就是這樣子 切開來 然後中間的話呢 放一個J 那前後因為J是一個變數 你不能夠直接加 你就是變成用什麼串接符號 把它串連在一起 這個規則我發現很多同學 容易搞不清楚 不過這個也是VB VB或VBA裡面 就是應該最常用的